其實當市道好的時候 大家會加班 老闆如果是加班 都是做不完的事情的 那就請人吧 開位吧 相對反過來 當經濟下行的時候 其實首先你就會發覺 是工時減少的 而這個也是數據上看到出來的 在2001年的時候 科技泡沫爆破 以至到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我們看回數據 也看到大家的工時 是首先下降的 繼而才開始發生裁員的情況 所以因此其實 我們勞動市場的靈活性 是令到我們經濟可以 就著不同的系統 來發展或者稍微的收縮 而是不會嚴重的影響到經濟的情況 這個就是其中一樣 香港之所以這麼高效 之所以這麼靈活 其實是有我們的原因在 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為什麼反對 去不做一個全面的規管評估 就已經去立法 就是因為你立了法之後 到時你發覺 其實這個東西 並不是有你想要的效果 反之其實可能將成本 其實轉嫁了消費者 大家未見到好處 已經見到壞處 那這些東西 其實如果你一立了法的話 你想再改變的時候 其實就艱難很多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為什麼我們的會員 都不停地說 擔心香港的經濟力下降 或者這個營商環境是越來越困難 都是其中一個的例子來的 麻煩我一句 1 1 2 6 7 8 10 感谢观看